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 今年上午在吉林开幕 本期研讨会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与前景为主题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将围绕如何推进两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等议题深入探讨 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契合了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 顺应了两岸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中表示 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岸双方良性互动相向而行 希望台湾有关方面能够从维护两岸关系大局稳定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出发 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的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 上海市台办负责人5号表示 经上海与台北粮食有关方面商定 2015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将于2015年8月17号至19号在上海举行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将来户出席论坛 据介绍 此次论坛以城市发展与青年自主创业为主题 将通过交流研讨 推动两世在文化 智慧城市 社区医疗 及青年创业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交流互动 进一步深化上海与台北粮食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好的我们来看岛内的消息 国民党2016参选人洪秀柱 找不到人愿意出任竞选总部主委 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之前表态说 不管叫主委还是主席 党魁是当然总负责人 要帮忙扛下辅选重任 外界市委市党部和红阵营开始合作 复选局势大进展 新北市长忙不完 朱立伦还要分身单起复选重任吗 党主席当然就是总负责人 不管叫主任委员叫主席都一样 我们都尊重各个候选人 明确表态愿意扛则帮到底 其实党中央早早发现红秀柱需要帮忙 红秀柱平平下乡试水温 偏偏低一些接触 场面怎样就是热不起来 加上选赞操盘手早人屡屡碰壁 从王金平到关中没人肯挂名 党中央评估如果党主席清奖兵符 不但可以破除红秀不合传言 整合也能创立多 我想不需要求救 就整个的竞选团队是早就已经启动了 抢救选情大作战 朱立伦愿意扛则帮到底 我们来看最近的消息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今天举办记者会 宣布是否参选2016 现场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 东南卫视的驻台记者陈彦涵 好的小丽 今天上午呢 经济党主席宋楚瑜 是在台北 奥运饭店召开记者会 宣布自己将参加 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在上午10点10分左右的时候呢 现场是播放了 宋楚瑜的庆选宣传片 去任务结束之后 宋楚瑜献宣会场 开入场的时候呢 现场的支持者是 停聚激昂高喊 宋楚瑜动算 那随后呢 宋楚瑜还发表了 跨出这一步 一起找出路的天选去年 宋楚瑜在演讲的开篇 先对当下 倒霉这种学生 反合纲的事件进行评论 代表是说 缓和对立 避免悲剧发生 是同政者的责任 台湾社会不应该被继续撕裂 宋楚瑜还发表了 这次半年以来 走积层的所见所闻 以及从打算退休 到决定探选的新路里头 也从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高度 对当前两岸 台湾内部政治生态问题 提出了务实改革的主张 这是宋楚瑜 第三步川选台的 区域领导人 第四次投入 台湾地区的选举 宋楚瑜今天发表的 参考宣言是诉求 台湾应该走中道理性 日来应该以合作代替对抗 不要再被蓝绿等 极端意识形态绑架 以上就是我们在前场 聊聊的情况 凯利 好的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喝百思得利啤酒 让你百事得利 本节目由百思得利特别呈现 台湾部分民众和学生 以所谓反克纲微调为名 占据台教育部门潜艇广场 已经进入到了第七天 虽然蓝绿协商已有共识 同意启动课程水议会 进行克纲检讨 但抗议学生仍是不满 不过考虑到今年13号台风 将可能影响台湾 他们倾向暂时先回撤 不过仍有部分人员声称 要留驾抗议到底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台教育部门的潜艇广场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地方 依然是被一些民众以及学生 以反克纲为名所占据着 目前为止国民党党团的决议 对我们这场抗争而言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有意愿帮助学生 促成学生和这个政策 教育部的对话 那召开临时会将会是非常重要的管道 这一轮反克纲风波 抗议学生要求台立法机构 召开临时会 让台教育部门撤回新克纲 不过4号下午的时候 蓝绿双方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 最终达成共识是 不为克纲微调议题召开临时会 建议由台教育部门 启动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审议会 对克纲进行检讨 但不会退会 在教材的选用方面 也是尊重之前台教育部门做出的 由各学校自由选书的决定 而反克纲事件延烧至今 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思华 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面对媒体他一度表示 自己身心俱疲 以萌生退役 虽然我的周边的所有的人 都对我非常的支持 但是常常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想到说 这样子不如归去 值得吗 昨天在台立法机构内举行的 蓝绿协商会上 吴思华一度是提出 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下台 但是这个方法却是罕见的 遭到了蓝绿方面一致的否决 而在这其中 最耐人寻味的就是 民进党方面的态度 5号 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率领党员约30人 赴民进党中央党部抗议 其中10人身穿日军制服 自称黄军 他们高举感谢状标牌 声称民进党把台湾小孩教得很好 教得尊敬日本黄军 讽刺民进党对日本在台湾殖民历史的态度 其实反克纲事件从一开始就被爆出 背后有民进党的身影 4号凌晨的时候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多位丽领要诀 趁夜来到台教育部门向学生喊话 并企图进一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鼓动 但有台湾媒体敏锐地观察到 民进党方面其实已经开始 从这次的反克纲事件中抽离出来 在4号与蓝营协商反克纲议题时 不再坚持召开临时会与退回新克纲 但忙要退场休兵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所谓反克纲团体方面是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在今天晚间最迟是到明天上午的时候 那么他们会对外界来说明他们最新的一个动向 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这个所谓最新的动向 就是出于台风以及一系列安全的考虑 那么他们会选择离开他们所占据的台教育部门 潜艇广场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同时这些团体还进一步地表示 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所占据的台教育部门的这个据点之后 那么在未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们还将会前往台立法机构 或者是国民党党部来进一步地进行施压的动作 而目前这一事件将会如何发展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我是陈河南 现在台湾 好的 相关的话题呢 我们来看昨天晚间台扁博士带来的深度解析 现在呢 岛内部分学生 反克纲占领台教育部门已经是持续一周的时间了 那么台立法机构各党团昨天也是协商 现在是不会开立志会也不会撤回克纲 仅仅是检讨克纲 那么2015年的教科书呢 是由各学校自由选择 秦文夏迪先生您研判这个事件下去会如何发展呢 当然这如果是单纯一个学生的一个活动的话 它就是慢慢就是大家各让一步就结束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面是有很多这个 很多有政治诉求或者有政治目的的人在后面 所以这个情形的话会变成就是说 你国民党让步它还是不退去 但是你让步的地方它会加码再给你找麻烦 然后你的检讨我再给你找查 因为绝对要落到2016 1月16大选 因为只要有任何事情 因为它是在野党 那么所有任何事情政府官员处置不当 那都是执政党要国民党要负责任 那国民党任何负责任这种事情是很难就是说 很难做到这个两言其美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家的不满在动到这个国民党身上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那对于这个在野党 对于民进党来讲呢 他都会觉得说可以侥幸得到一些他的政治利益 现在很多的证据已经浮出台面证实 背后的黑手确实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外围团体 或者是一些台独基本教义的组织或社团 至于说民进党为什么会退却 我把它归纳成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其实就学生来说 这一次他们散动了所谓的未成年的高中生 作为马前卒 其实已经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反弹 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社会的批判 使得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比上次太阳花是大幅度的减少 那第二个呢 如果依照国民党内部所做的滚动式的民调 这一段时间蔡英文的民调跌了9% 也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一定内部也有做民调 他们发现说 这个活动里面 民进党本来以为可以收割 以为可以像去年的太阳花运动一样 可是事实不然 第三个 王金平转向了 王金平本来是呼应着 民进党的主张要开临时会的 没有想到王金平转向了 王金平也觉得 他不需要 不需要坚持要开临时会了 所以就在王金平转向的情况之下 加上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又占有表决人数的优势 所以最后临时会就没有办法召开 立法院的戏码也不下去 那这一场所谓的政治斗争戏 政治的闹剧 当然就延续不下去了 只有下台了 在这几天 这个反克康学生的一些言论 也是遭到了一些导演舆论的批判 就比如说 有学生表示说 有些未安妇是迫于经济压力而去当性工作者 这样就不能说是被迫 对于这些言论 相信了一下邱毅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言论一宣诸于社会当然非常的荒唐 全世界都认为日本的二战时期的未安妇的行为 是把女人妇女当成是日本皇军的性奴隶的工具 没有人会把未安妇当成是自愿的 所以当这种论调提出来的时候 就显得这些抗争的学生 那么理不正 理不直 那么气不壮 那第二个 谈到了所谓的殖民 日本殖民统治的问题 那还怕日本会不高兴 你怕日本不高兴 你不怕台湾不高兴吗 你不怕两岸的中国人不高兴吗 你为什么单独怕日本不高兴呢 难道你是日本的走狗吗 所以当学生提出了这一论调的时候 当然就会引起台湾社会整体的非议跟公愤 所以才也是使得这一次反克刚为调的行动 抗争行动难以为序 没有续航力的重要原因 学生现在会有如此脱续的言论 原因是什么呢 李先生 日本人走的时候留下了有将近30万 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 那这些人跟他的后代 是在台湾在潜藏中 去中国化亲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因子 那这些人呢 他以前的时候 他在台湾跟台湾本省民众相比较 他的经济力量较高的 他的知识程度较高 容易受教育的 所以他往往呢 他的影响力也是比较足够的 所以这些人在一代一代呢 在这边影响到台湾年轻人的一个思想 所以你主要是你政府 你要你政府要很果断 面对事实 把这个事情呢 说清楚不要逃避 好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好的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两岸记者 新疆型采访团一行 从乌鲁木齐跨越准戈尔沙漠 来到被人们誉为东方瑞士之称的 神秘卡纳斯 卡纳斯湖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 随着一带一路的带动 卡纳斯的旅游资源也让更多人熟知 卡纳斯是蒙语的音译 它的意思是美丽而神秘的湖 现在这一番美景就已经在我的身后呈现了 爬上了一千多几的台阶 来到了一个叫做关于台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 也是传说中可以看到鱼怪的地方 不过现在这碧绿的湖水与四周的泰加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可谓是大美之湖 卡纳斯湖平均水深120米 最深处达188.5米 它包容的水竟有53.8亿方 超过了烟波浩渺的泰湖 名副其实列为全国高山湖泊之最 它融入俄尔七四河后 便独行辖寺的一路朝北 最终汇入北冰洋 在它风营的水体中 其余怪物屡见不鲜 记者刚才所处的那具湖面 660米高的山坡上 见起的关于台 就是人们便于搜寻湖怪而见起来的 置身亭中远眺 南面的卡纳斯湖 像一条彩带盘绕在丛山峻岭之间 阳光直射之下 湖水一片深绿 卡纳斯的原始风貌 就是如此让人心持神忙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关注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的新闻 除了收看周一到周六 十五十二点的海峡五报 以及周六到周三和周五晚间九点档的海峡青干线之外 还可以关注海峡青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下期听再见